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 是什么吸引人们青睐这种赐木 散发异味的水果呢 它为什么如此昂贵 预计2021年泰国将收获近100万公吨的榴莲 榴莲原产于世界上几个热带气候地区 包括泰国 泰国单独种植了超过300个品种 但最昂贵的榴莲是在农业省种植的 它们被称为Nandurian Nandurian是泰国最高等级的榴莲 常被作为一种尊敬的礼物 但即使在Nandurian中 也有两个品种显眼 最昂贵的看摇榴莲和稍微实惠的门通榴莲 Nandurian被描述为具有精致而甜美的果肉 带有淡淡的香气和奶油般的口感 而其他低档次的榴莲则被认为有更强烈的气味和水分较多的质地 Nandurian有着独特的口感和气味 这主要是由于Nandurian的环境和种植者的种植事件 Nandurian省已经成为泰国榴莲种植业的中心地带超过300年了 这个地区的农民世世代代的磨练种植技术 利用它们的资源和技能种植最高质量的榴莲 它们依赖的资源之一是梅南滴河 它流经Nandurian并未土壤施肥 但是河水并不用于浇灌榴莲树本身 Nandurian的农民更喜欢购买淡水 它们认为这可以提高最终的榴莲质量 种植后一颗健康的榴莲树 需要大约6年时间才能结果 我说这些棍叶的棍是棍子 棍子的棍子 那么大家个人们用泰国的泰国 看到棍子的棍子 沙大涨 一般的棍子 就用泰国瓦的棍子 而没理解 棍子的棍子 棍子在棍子中 棍子到棍子 棍子里脍度 棍子 registered棍子 一旦树开始开花 农民就开始倒数日子 直到果实成熟 这可能需要90到150天 具体取决于品种 但让NamDurion如此昂贵的 不仅仅是时间和劳动力成本 提供这种护理的成本也很高 紧水费就约为每年2200美元 农民必须不断检查树木 并寻找任何感染或虫害 动动你的手指 支持我的视频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年纪水费 年纪水费的收入 60度 已经全身了 下来5,000万 并没有工厅 但是 选用纪水费的收入 当年纪水费的收入 当年纪水费的收入 现在纪水费的收入 并用塑料包裹每个榴莲以保护它 它们必须一个一个地收获榴莲 每个果实都完美成熟时才能采摘 这些费时费力的技术 对Nani Durian的风味和最终价值有着重要影响 一颗来自Apranew Farm的2.5公斤梦 Zong Durian可以售价超过100美元 这大约是看尿价格的三分之一 使其成为更受欢迎和负担得起的选项 另一方面 看尿是你可以购买的最昂贵的Nani Durian 根据其大小 来自Apranew Farm的看尿Durian价格 从约380美元到530美元不等 但是尽管看尿的价格高昂 对这个品种的需求正在增长 而供应无法跟上 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气候危机 热带气候是种植榴莲的必要条件 大野史的农场容易受到洪水 风暴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影响 1995年和2011年 洪水摧毁了Nanzabiri的几乎所有榴莲树 2011年 约1100英亩的榴莲树被移为平地 只有17英亩幸存下来 在此之后 变质麻不得不重新开始这个6年的过程 预计到2025年 全球榴莲市场将达到280亿美元 这意味着 阿鹏然约和其他Nanzabiri的农场 在未来几年里 可能仍会受寻 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